現在不是常常說有一本書叫《地獄超新年》 對不對 大家應該知道吧 他們應該是 我們如果在台灣呢 是 可能也有超時工作啦 但是呢 他們超時工作完 還有一個更可怕的是什麼呢 好 就是這一個跟大家講 會餐 會餐的韓文怎麼唸 大家猜猜看怎麼唸 有人會唸嗎 在這個安妞韓國童當中 會餐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會喜 所以它的韓文就那樣 會喜 會喜 好 我的慶古朋友就告訴我啦 你知道 大家這個看到會餐了吧 會餐不是你想像中就這麼一餐喔 我先跟大家講 他們這個只能 這個一看就是第一餐好不好 就是一看就是第一餐 那他們這個會餐的文化呢 很恐怖喔 有全體會餐 部內會餐 職員會餐 還有客戶會餐 而且會餐連連到天邊 好 來看第二張 這張應該是 這張應該就是會長們 就是等於是就是 會 就是可能中高階長 中高階長官裡面的一個會餐文化 因為有喝酒 這應該已經是第二餐了 對 因為第一餐呢 第一餐跟大家講一下 他們通常會去吃烤肉 吃飯 會食 然後可能是大型的 就是如果你在韓劇當中看到 比如說像是韓劇有幾部片 像是經常起吃飯的漂亮姐姐 還有我的大叔裡面 喔 那個會餐文化真的超可怕的 你們如果有看這兩部劇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第一餐通常都會去吃烤肉 好 那個時候已經下班了 你要想想看 他們的加班文化已經很嚴重 可能下班我們揪一揪 就是就要說 大家要去今天晚上會長說要去會餐 然後先去吃烤肉 吃完餐以後再去喝酒 或者是去唱卡拉OK 吃完卡拉OK以後會跟大家講 會怎樣 我桌上了泡菜 加可能我們會有看到那個韓劇裡面的那個 就是會去吃個泡麵 在帳篷裡面吃泡麵 繼續喝酒 繼續喝酒吃泡麵 然後呢 酒呢 對他們來講 就是會醉到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為什麼韓國代價那麼 這麼的火紅 因為他們每個會餐完 最少三攤四攤 會餐文化 基本上 你沒有去參加會餐 你可能會怎麼樣知道嗎 少則你會被上司關注 大則你可能會被擺而掉 這是真的 我來講一個我真實的例子好了 我之前呢 曾經去韓國採訪大概12天 在中清北道 那因為那個時候呢 基本上是 我採訪政府的相當大的官員 那他們像是類似 類似應該這樣講那個道 就是一個市 就是像台北市 或者台中市的概念 那我去的時候呢 應該是 像是副市長的概念的人 就是請了我吃了一頓餐 就是我們的第一餐 第一餐吃的時候呢 已經你知道 就醉成一片了 我就已經看到 就是所有的什麼 都是高階的官員啊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就是帶我去採訪的化妝品的公司老闆 就是他們等於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們產業面會跟 就是所謂的 產業跟企業會跟政府一些結合嘛 那一次就是去採訪他們的生物科技的產業 去採訪LG疫苗這個部分 然後呢 還有就是SK SK海力士的電動車 還有SK海力士的晶圓啊 什麼都有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發現第一餐的時候已經 有些人已經醉到去吐啦 就是 就是 那我當然沒辦法 我第一餐我就是 那個副市長跟我喝乾 我就只能乾 乾了一杯以後 我就說 我就 我非常厲害的 就說 我在吃中藥 我只能吃一杯這樣子 我只能喝一杯這樣子 然後就擋掉所有人了 然後第二湯來了 第二湯大概吃完十點鐘 欸我想說 吃完飯不是要回去休息嗎 第二天八點要採訪耶 八點要去採訪整個園區 要走路走很久 整個他們的生物 BioTech的園區 你知道嗎 我的媽呀 你知道就是 要走多久你知道嗎 他們就說 欸 我們接下來的行程 就去卡拉OK吧 然後我就說 現在已經十點半了 去卡拉OK 對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行程 去洗澡 去那個 漢真木洗澡 洗完澡才去卡拉OK 對 然後那時候已經大概快 十點半十一點 去到卡拉OK 然後那卡拉OK 還是有女生男生 來幫就是服務你的 那因為我是 就是等於是一個 電視台的主播或記者出去 所以他們還邀請了 SBS的主播來陪我聊天喔 這是一個很妙的局喔 我就想說 好啊大家真的在那邊 唱白智英的歌啊 然後唱誰的歌 然後你就看到韓國老闆在那邊 就繼續唱 然後跟那個台灣的企業組 也是在那邊唱唱唱唱唱 唱到裡面都要喝酒 喝酒真的是 然後還有就噴火焰的 什麼都出來了 就喝喝喝喝喝 只有我說 不好意思 請問有咖啡嗎 因為我已經快睡著了 你知道嗎 好 這個還沒有結束 我的經驗是 這個時候 十一點半到十二點 我已經受不了跟我們 台灣晚上七點五歲 我明天早上八點多 我還要去採訪欸 如果粉絲朋友聽到覺得 你覺得還會有下一拖嗎 有 大家猜一下下一拖是什麼 欸 你來韓國啊 他們非常的熱情 就是說 要帶我去首爾最棒 最頂級最Top的Club 我整個已經 眼已經快眯起來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 因為想到去Club還是要喝酒啊 那我當然就沒辦法接受 我跟他說 可以不要嗎 你們 我因為明天早上 因為我有一點感冒 所以我覺得 為了明天早上園區的這個 我們走還要走一個 上千坪園區的生物產業園區 可不可以讓我回去休息 然後我才拜託台灣的企業主 去跟韓國朋友講說 我真的有點不舒服 想要先回去休息 但對他們來講 他們是熱情禮貌 但是這是他們的會餐文化 那一般的會餐文化 我要跟大家分享 你沒有燒酒 酒 就是他們培養感情 這個是真錄啦 一般是燒酒 燒酒真錄啤酒 全部都來啦 我那個下一集會介紹他們的那個 那個燒酒文 喝酒文化 一大堆美美佼佼 正錄啊 燒酒啊 米酒啊 拜託 這都是他們培養 公司員工感情的一個重要的東西 酒精 那當然我要提醒一下 我們台灣的朋友 雖然大家就是現在二級 就是已經知道二級了 真的要跟大家講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還有就是18歲以下不能喝酒 這個水晶主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但是我跟你講 韓國人真的是超可怕 超會喝酒的 他們就是 酒就是 真的是會餐 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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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到一直吃 一直吃 好 我來講一下我的 韓國慶古朋友的 來台灣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後來變成好朋友 就剛剛看到裡面那個女生 我每年去韓國都是 都會跟她一起過我的生日 那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兩年都沒有去 然後呢 你知道嗎 她就跟我講她在賴工作 不管在Cocotope還是賴工作 就是沒辦法 我累得要死我一定要去參加這三趟 第一趟基本就是我剛剛講的烤肉趟 吃飯趟 大桌 然後大家在那邊拱酒 大家應該在韓劇裡面有看到嗎 馬蘇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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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家趕快喝了一乾杯的意思 就是可能在韓 我沒有那麼標準 但是他們就是 馬蘇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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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們的拱酒池 如果我跟你講你台灣人你會這個 我跟你講包準你當天會餐一定最老翻掉 因為他們覺得你非常懂韓國的習俗 但是呢 為什麼我要講到這個朋友呢 他跟我說 他不只在韓國 就是我剛剛講的先吃烤肉 吃飯 然後飯局完以後 去卡拉OK 然後卡拉OK完 再去兩點鐘的 可能帳篷裡面 可能喝個小酒 男生啊 那不然再來就是 可能會再去喝一托酒 酒托 所以下班的時候大概已經都是 等於是下班 真的下班 你所謂 因為他們會餐對他們來講 就是一種上 變相的加班 真的是變相的加班 那你再累 你得必須犧牲你的家庭生活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如果是有婚姻的人 或者是你有男女朋友的人 犧牲你的感情生活 犧牲你的睡眠時間 你的身體健康 因為一直在喝酒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就是他們的會餐文化 為什麼要會餐文化呢 第一 韓國人可能就是 在進去一個企業當中 他可能要怎麼樣 我們常常台灣人會跳槽 跳跳跳跳跳跳 一直加薪 但是對於韓國人來說 他們可能進了一個企業以後 可能就會把它奉為 是他們一生可能都在這邊 孤老忠死的職業 比較少跳槽 真的是可能都會一待 就待大概十年左右 如果是好的企業跟什麼 所以他們可能是從一個小的資源 一直爬爬爬爬爬 一路往上爬 從低階 上集我們講到了嘛 就是他們的那個階級文化 非常非常的明顯 就是我們禮拜六 就是昨天有講到的 就是他們階級文化的明顯 可能你只是一個小職員 你是要幫忙倒咖啡什麼都要做 然後甚至男資源 你是要幫忙開車門什麼之類的 我都覺得 在台灣不會這樣子啊 台灣不是老闆女生 自己自己開車嗎 對 喝酒 他們在會餐的時候呢 酒可以就是讓 可能對他們來講 就是等於放鬆一下下 可能原本你可能不敢跟 因為他們階級文化非常的 市場的階級文化非常 非常非常的 要怎麼講 就是非常的明顯 所以一般來說 可能你可能一般在公司裡面 不敢跟老闆講話的時候 可能趁著喝酒微醺的時候 可能就會跟那個前輩們 他們用前輩 你這可不可以教我一下下 我不會 可能他在辦公室比較害羞 不敢講 對可能就會這樣子 跟他在微醺的狀況 然後甚至呢 可以聯繫部門跟部門 你剛剛講了嘛 他們裡面有會全體會餐 就是會長找你 不能不去 你不去的話 你可能不去三次 你就被Fight了掉 然後還有部門會餐 部門會餐的時候 你要去 因為要代表團結 他們最喜歡講 Fighting Fighting 他們就在團結這一塊嘛 然後還有職員會餐 還有客戶跟客戶之間的會餐 我覺得這可能也有可能是客戶跟客戶之間的會餐 對 那他們藉由酒精的催化 讓員工跟員工之間的感情 可能在辦公室 因為要知道 其實韓國人在辦公室是比較拘謹的 對 所以基本上他們利用會餐這個文化的時間 然後讓這個所謂的員工跟員工之間的情感跟緊密度 等於是更團結 在未來 在這個等於說在公室上面的話 基本上前輩後輩之間 可能就 可能做起事來 可能在工作上面會更流利流暢一點點 但是 我講真的 這個 我的這個慶古朋友來台灣的時候 他竟然跟我約 也是約到 因為他說他一定要去老和接一夜市 他有一次來台灣洽工 他說 因為我就說我要帶你去吃好喝的 Bobble Tea Bobble Tea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 他們的珍珠奶茶 他們非常喜歡喝珍珠奶茶 但是在韓國只有共茶而已 所以呢 我就說 我帶你去比 我不是說共茶不好 我說我帶你去吃各式各樣的 Bobble Tea 好 Bobble Tea就是珍珠奶茶 如果你要講韓文的話 Bobble Tea就是 就是 就是韓文的Bobble Tea就是珍珠奶茶 對 然後你就帶他去吃 那我們當然用英文對話 因為我韓文沒有那麼好 然後呢 到夜市的時候是大概12點 然後他喝了Bobble Tea非常開心 那我就說你今天怎麼那麼晚呢 因為呢 他在台灣 韓國老闆跟著他來 他還是要會餐 也是要會餐點 他在台灣也要會餐 就是吃完一餐以後 還要再去喝酒 然後還要再去KTV 找台灣的KTV 我說 Oh my God 這太 這是鐵爬 大巴 你知道嗎 聽到真的覺得 蛤你來台灣還要會餐 所以他說沒辦法 我今天還是要會餐 會餐就是韓文的 會食會餐 我就說 你們的會餐文化 我也未免太誇張 他說沒辦法 這就是 這就是韓國的職場文化 那我覺得老實講啦 人家說地獄朝鮮 真的真的是 你看他們好像很開心 他們酒量那麼好 但是其實 真的是爆肝的韓國職場喝酒文化 這個會餐 因為 你要想想看 加班 他們下班的時候 老闆沒下班 都已經不敢下班了 下班以後如果有會餐 就各式各樣的會餐 到兩三點 到兩三點 第二天 你為什麼知道 我們在看鬼怪孔流的時候 有醒酒湯這件事情了吧 還有他們的咖啡 是不是特別的濃 這我在未來的節目 我都會特別講 為什麼他們的咖啡特別濃 為什麼一定要有醒酒湯 全部都是因為了 第二天早上 他還是得早進公司啊 他們早酒晚六是基本款 但是一定要找到嗎 他們還是得進公司 我已經喝了三湯 我喝了這麼醉 請問一下 我第二天 不喝濃郁的咖啡 他們的咖啡我去韓國 真的是非常 double的 double量的咖啡 鷹的咖啡 這個 咖啡的部分 我會分兩集來特別跟大家講 真的很可怕 真的是 你說是晉級的咖啡也好 也是晉級的 他們的工作產業 咖啡代表的濃度 就代表他們工作有多麼的競爭 多麼的激烈 然後呢 會食完 他們喝這麼多的酒 一定吐 代價特別 你看每次我們看韓劇裡面 都是代價 代價完以後呢 基本上第二天 我兩三點回家 睡 睡每幾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 不但影響了健康 而且第二天 一定要喝醒酒湯 你大家看到鬼怪的那個德華 不是還有那個誰 都會去喝醒酒湯嗎 德華 都會去喝醒酒湯 那就是因為他要醒酒啊 不然他怎麼 他怎麼工作呢 對 當你去韓國 如果大家有去韓國的話 知道超商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醒酒意 人生意什麼之類的 全部都是為了要醒酒 因為他們的會餐文化 都到兩三點 真的是我自己有經歷過 如果那天我就是去了那個club以後 我可能就是三點回到飯店 然後我可能只睡三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起來化妝 要做STEM 我第二天就要去園區走 一十二個小時 因為那個園區非常非常的大 去生物園區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要跟大家講 還有他們的會餐呢 有一些很多妹妹佼佼 一定要跟大家講 時間雖然有點不夠 但是大家如果 一定要聽下去好不好 因為這是水晶主播新開的節目 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真的在韓劇裡面看不到 他們呢會餐的時候 比如說小職員 這個是美美佼佼啦 小職員的話呢 要幫這個老闆 或者是你的上司呢 剪如果是烤五花肉的話 你要幫他烤五花肉 對然後剪五花肉 但是呢 然後酒水呢 全部都是這個小職員要打點好 如果 今天吃的是牛肉 烤牛肉 烤韓牛 Sorry Sorry 就是這個時候呢 是要怎麼樣呢 這個時候呢 牛肉在韓 在韓國是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韓牛我也會特別另外做一集 韓牛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因為他非常昂貴 牛肉也是非常昂貴 這個時候呢 牛肉 就不是小職員來做 牛肉就是 就是主管來幫幫忙剪 因為他覺得牛肉是非常昂貴 是不是覺得很 讓我們覺得很 不可思議呢 我們在台灣就是大家就一起剪嘛 那就是 他們就是有這些一些階級文化 還有倒酒也是一樣喔 你倒一個燒酒一樣 也是要幫這個前輩跟 如果他是你的前輩 比如說我的年紀比較小一點點 他是我的上司 我要幫他倒酒 而且倒酒不能倒滿喔 倒酒不能倒滿喔 不像台灣就是倒的啤酒倒滿喔 他倒在這邊 然後呢 大家都應該韓劇都 這個這個字很 應該都 普羅大眾都知道 乾杯的時候呢 我是前輩在前面 我是後輩 我要轉過去喝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的 理解文化 對然後 而且倒滿的話還有一個很好笑的原因 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下 倒滿的話你會 你會衰三年 然後呢 就是你喝酒不能自己喝 然後倒滿的話 包含講別人倒滿的話 你喝酒可能會衰三年 或者是三年交不到 女朋友或男朋友 這是韓國一些民俗的文化啦 那我今天講了這麼多 就是包括從熊大兔兔 你累了嗎 他們有這麼大的幸福企業 裡面的裝潢 我們可能有 他們有的福利餐廳 真的是我進去看 也就是超好吃的 各式各樣的 像 然後像艾莫莉太平洋 它是有各式各樣日式 韓式 就是楊式的這種餐廳 然後都非常的便宜 對 你看這些幸福企業都已經是 讓你覺得 他們真的很棒 很舒適 空間很棒 然後 有郵局 好像很方便 但其實 為了就是要讓你知道 他們職場背後 幸福企業職場背後的辛苦 再來 地獄朝鮮 我們可以從 如果你有看衛生的話 你會從看到一個 新鮮人到 要到上司的一個辛辛苦苦 如果你有看衛生的話 應該就知道這種感覺了 還有就是 他們的會餐文化 我真的真的覺得 他真的是地獄朝鮮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在 我相信台灣人 頂多到第二托 可能就已經酒醉了 對 而且你在韓國 喝酒 他們是怎樣 躺在旁邊 我在台灣 跟韓國朋友吃飯也是 他們就是 直接就躺在旁邊 老闆的一樣喔 就躺在旁邊 喝完 就躺了 醉了以後呢 吐完以後繼續喝 我真的覺得 一絕 所以千萬不要跟韓國人 鬥酒 像我剛剛講那個 鬥公酒是 咻哩咻哩咻 甘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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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拜託 你用了以後 可能他們就知道你很會 喝酒 還有呢 這個以後呢 還會教大家就是 當然我們喝酒 不開車不喝酒 真的十八歲以下 不要喝酒 就還是建議大家一下 雖然小拙一下是OK啦 但是他們韓國人的文化 酒精真的代表 在職場上面是一個 非常重 非常重要的炊花劑 那我真的觉得现在可能 韩国政府也觉得说 因为我真的觉得会才是一个 变相的加班再加班 对那像我的朋友就说 真的很累啊 但是没办法还是得去 因为老板会关注你 会觉得说你为什么都不团结 因为他们就很喜欢团结这两个字 对那其实你在韩剧刊告当中的 真的就是现实 因为水晶主播去韩国的时候遇到 我的朋友我的庆古朋友 庆古就是朋友的意思 男家庆古 这边韩文学一下 男家庆古就是男朋友的意思 好朋友就是庆古的意思 大家应该如果有常看韩剧的话知道 真的所谓的韩国的职场文化 并没有想象中在韩剧当中 这么的美好 好了 就到这一集的 安妞韩国童大家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帮我点赞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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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